歡迎大家,我姓周,我叫Rafael 我是為大家介紹Willo這個平台 在這裡我是Willo的副總裁 負責金融機構業務和機構投資者業務 因為我懂得講中文的關係 所以為大家錄製這個視頻 在這個視頻中間會教大家 如何在Willo開戶口 如何將你的銀行戶口和我們連結 以至於可以將錢轉出轉入 如何看我們Willo平台上的物業 可以做一個投資交易的指令 現在正式開始 首先就是怎樣開戶口 首先開戶口的時候 就輸入你自己的電郵地址 然後你就打入你自己的密碼 去開戶口 當你輸入之後 下一部份 就會有一個歡迎你的訊息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簡單的問卷要填 你就要填你的個人資料 出生日期 我現在就隨便填了 1月1號這樣 然後就是你的地址 地址我也是去寫一個 我就選這個 接著去下一部份 國家、省份 省份就要選擇 選Ontario 然後City Burlando 普通高 你可以輸入你自己的資料 接著你打一個 你屬於你自己的電話號碼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就去下一部了 他會問一下一些 其他的一些個人資料 那這裡問一下 你是否一些政治人物 在國際上 那這個不是 那關於你的工作狀況 那這個都是預實的去填補 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這裡填 那接著就會問你 就是你那個工作地方的 那個工資名 你工作的是什麼 那還有你的job title 這個是幫助我們去了解 你個人的背景 那接著就問一下 為什麼你會做投資呢 那這裡又選擇一個 你自己是想要的 那之後也要問一下 就是大概是會投資多久 那還有一些你的風險成中的能力 那選完這些之後 就會是你一些的財務資料 那譬如說你的年收入 那你可以這樣放進去 做一個演示 這樣 幫助我們去理解到 就是你個人的財務情況 從而去 當你去選擇一些物業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去知道 就是大概 選擇多少的percentage 可能是會適合你 當你買太多的時候 我們都會給一個 風險成中能力的警告 去提醒一下 就是你可能不要投資太多 就是自己要留意一下 那這裡也問一下 就是你是不是屬於特許投資者 特許投資者的意思 其實你是對於風險很有認識 和你的財務情況各方面 都是符合 就是他以下各種的條件 那你是和不是其實都不要緊 雖然你照實回答可以 只是幫助我們去知道 就是去設定一個提醒 會不會你有時買太多 或者怎樣 那我選這個 你的風險成中能力 那我選 在我來講 我選 高 那好了 那問你有大概 多少年的投資經驗 那也都問你 就是說 你是屬於加拿大的稅務居民 非稅務居民 其實都可以開賬戶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非稅務居民 而又想了解更加多的時候 你都可以直接去聯繫我們 那現在我就選 加拿大 好了 那這裏先選擇 這個 那現在就是那個 開戶文件 那個 一些法律的條文 那這個你都可以自己去看看 那這一份法律條文 都會在之後在這個戶口 是有一個紀錄的 想你隨時拿出來看都沒有問題的 那現在你需要把你的ID 就是要放在電腦那裏 讓我們可以去認證 這個就是你本人 那首先要怎樣做呢 當你用電腦去開戶口的時候 你可以拿出你的電話 在電話裡掃描這個二維碼 那我現在拿著我的電話出來掃描 那掃描了之後 那個電話那裏 它會帶你去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 它又是會叫你去確認一下你的個人身份 那你在網站中間 你按了願意確認之後 你一按了願意確認 它就會問你就是說 你會想去上傳哪一類型的身份證明文件上去 那你在手機上選 那我就選車牌 那你選了車牌之後 它會叫你去準備好你的證明文件 然後就會叫你去拍下你的證明文件 那我就拿了我的車牌出來 那現在我就拍下它 這個過程大概要十多秒 那拍完正面 我也拍了背面 現在正在拍攝 好 拍完了 拍完了在手機那裏按確定 英文就是submit 然後就會在手機上 它也會提示你 需要你自拍一張相片 去證明 即是你和ID是同一樣的人 那在電腦現在看到 就是我的ID已經上了 那我現在就在手機上 也要自拍一張 好 我在手機上確定自拍了 那這個見到是我 那現在就submit 那這一部分問卷和ID已經做完了 那下一部分當然就是連結你的銀行戶口 那連結你的銀行戶口 就在這裡黃色的按鈕 右上角 看到它就說ad funds才是去加錢 那當你按連結你的銀行戶口 它就會出了這些 那首先第一部分 你就是要去連結一個銀行戶口 這裡link a bank account 那你按進去 然後就有很多個銀行戶口可以選擇 那我們現在譬如說 這個當然是一個虛擬的帳戶 所以就不會讓大家去看得到 真正的銀行的資料 用一個卡號去做一做 這個要等得比較久一點 或者我們轉一轉 Stop 這一刻看到就是 如果說你連結了一個戶口的時候 好像這個case就是連結了一個BMO的銀行賬戶 那在你連結銀行賬戶的時候 你就要lock in 就是你選一個銀行 那我就選BMO 那你就需要去登入那個銀行的賬戶一次 當你登入了一次之後 你選擇一個賬戶的號碼 去跟它做一個連結 那就可以了 那在我這個情況選擇了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支票戶口 這樣 那跟著 如果譬如說你想做 就是 入錢 出錢 選這個funnel withdraw 這裡 那你就有得選 很簡單 那你就選擇 就是你連結了哪一個戶口 在這個位置 那之後 就輸入多少錢 然後就在下面這個位置 就選擇 是轉入還是轉出 那當你選好了之後 最後就說 我明白會是轉多少錢 我現在這個case 我不是真的做 但是就是 演示給大家看 譬如說一萬元 這樣 然後就是進去的 那我就說 我明白會是轉一元 然後就做一個checkmark 在這裡 然後按submit 那如果你譬如說 你不是想做銀行的戶口的連結 另外兩個方法就是 可以在銀行那裏 做一個online bill payment 就是網上支付的形式 那也都可以 那這裡有我們的資料 那你也可以選擇這樣做 那這些 那我下一步 想看看如果入錢後是怎樣 那如果好像是我自己的戶口 那你看得到 那有十幾萬元 那有些是投資用源的余額 那這部分就是現在的投資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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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就是現在的投資總額 那這部分就是現在的投資總額 那你會見到 那你會見到 在我現在這裏 就有其中兩個物業 就是我又買了一部分 那如果你想看看 就是 那個網站中間的其他物業 你按這個properties 這個位置 那你就會看到 就是所有不同的物業 那我們現在呢 會有還有其他的物業 是準備上場的 你都可以看 那好吧我舉個例 譬如說 當是多人多 Downtown Toronto這個 按一按 那這個我是持有大概 接近30%的業權 那好吧你按進去 那你想看那個 就是那個物業的資料 那全部都齊了在這裏 是很透明很清楚 那關於那個物業 這些的數據 這些的 譬如說 就是預期回報 我們什麼時候會把物業賣出 年收益 租金 各方面 那全部都在這裏 可以自己慢慢看 那這個物業的一些 仔細的資料 跟著之後 那個物業附近的 就是那個社區是怎樣 那然後呢 所有那些法律文件 全部都齊了 物業股價的文件等等 全部都有齊 都在這裏 那你說如果想下單是怎樣下 那現在每一股 是36.06 那你就在這裏 那就選了多少幾多股 那因為我現在剩下29個多歲 所以就下不了這個36.06 但是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如果你要下單 你就在這裏選 自己說要多少股 然後呢 按 continue 按完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 就是會有一個風險提示 那我用另一個來做例子 好嗎 另一個來做例子 就是這個 Ottawa這裏 這個是Scotiabank 是我們的租股 那同一個道理 譬如說一股 按 continue 那它會再次和你確認 就是你是不是買 其實就像股票一樣 那你說Complete Order 然後呢 它就會有一個 最後就是我確認所有的風險 那當你如果全部都確認好了 之後做完這兩個checkmark 那你就可以按接受 那就可以了 那這一刻我就不再做這裏了 那其實呢 那我們的平台都是很簡單 很方便是給大家去用的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你和我們聯繫 我們的聯繫的方式在這裏 你看一下我們的電話號碼 在這裏下面 我相信大家應該看得到 就在這裏了 那這個是我們的營業時間 這個也是我們的email address 那當然如果你譬如說 有些朋友是很想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那都歡迎你 可以透過這個 我們這個chat box 可以去問我們 那也是可以的 無論電話 電郵或者這個方式 也都可以 那所以都 再一次代表Willow去歡迎大家 Thank you